广场舞 今天我来介绍一种中国特别的休闲娱乐活动, 名字叫广场舞。 广场舞的历史不太长, 大概2000年以后才开始流行的。 跳广场舞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 他们聚集在公园或者广场上, 放起音乐, 一起高兴地跳舞。 中老年人喜欢跳广场舞的原因, 有很多。 首先,中老年人退休了, 孩子们也已经长大了, 他们既不用照顾孩子, 也不用去上班, 所以,有时觉得很无聊, 他们需要朋友和社交。 广场舞就可以让他们认识新朋友, 跟不同的人聊天。 其次, 其次,中老年人也需要锻炼身体, 而且广场舞跳起来不难, 还可以跟着别人一起跳。 最后, 最后,广场舞是免费的, 谁都可以参加, 所以吸引了很多中老年人。 总而言之, 虽然广场舞有时候有点吵, 但是我觉得广场舞力大于弊。 只要注意跳舞的时间和地点, 不打扰别人, 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娱乐活动。 广场舞 今天,我来介绍一种中国特别的休闲娱乐活动, 名字叫广场舞。 广场舞的历史不太长, 大概2000年以后才开始流行的。 跳广场舞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人, 他们聚集在公园或者广场上, 放起音乐, 一起高兴地跳舞。 中老年人喜欢跳广场舞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中老年人退休了, 孩子们也已经长大了, 他们既不用照顾孩子, 也不用去上班。 所以,有时觉得很无聊。 他们需要朋友和社交, 广场舞就可以让他们认识新朋友, 跟不同的人聊天。 其次, 中老年人也需要锻炼身体, 而且广场舞跳起来不难, 还可以跟着别人一起跳。 最后, 广场舞是免费的, 谁都可以参加, 所以吸引了很多中老年人。 总而言之, 虽然广场舞有时候有点吵, 但是我觉得广场舞力大于弊, 只要注意跳舞的时间和地点, 不打扰别人, 它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娱乐活动。 广场舞, 广场舞, 休闲, 休闲, 娱乐, 娱乐, 活动, 活动, 聚集, 聚集, 首先, 首先, 退休, 退休, 无聊, 无聊, 社交, 社交, 锻炼, 锻炼, 免费, 免费, 吸引, 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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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地点, 地点, 打扰, 打扰, 大多数, 大多数, 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利大于弊, 利大于弊,